豪华联市猫头鹰亲子公园从去年11月启用之后就获得不少大小朋友的青睐 每到周休假期都是满满人潮 但是为了优化游戏场域的安全 华联市公所将从2月13号起到17号 一连五天来执行护栏增设与防撞的改善工程 而施工期间暂时对不对外开放 请家长们要多加的留意 华联市猫头鹰亲子公园从去年11月启用之后 就获得不少大小朋友青睐 每到周末假日都是满满人潮 但为了优化游戏场域的安全 华联市公所将从2月13号起至17号 一连五天执行护栏增设与防撞墙改善工程 暂时不对外开放 那包括我们的护栏包括我们的地点等等各个角落 我们都会重新的来重新巡查一遍 那也要做护栏 那也是怕我们的猫狗跟我们孩子会冲到 猫狗会进来 那也怕我们孩子会冲到停车的这个停车场这部分 那所以做了之后 我们可能会对于我们安全系数会提高 那在其他的包括地点跟一些我们角落 我们都会增设一些安全店 然后让孩子们能够在场域里面 能够有更安全的一个场域 来做游戏的空间 市长为家燕日前也协同监视客长徐国成 到冒头营公园 关切是否已做好施工预告的准备 希望能让前来游玩的小朋友及家长 提前知道修员的时间 而在施工期间 也请花莲乡亲不要接近施工区域 以免造成危险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